告诉你啊 干锅包菜怎样做 才能既入味又好吃呢 今天就把好吃的做法分享给你们 首先包菜一定要用手撕 这样才好吃 加炒菜两倍的盐 用清水浸泡一下 可以去除里面的杂质和虫软 锅中油热 倒入包菜 小火边炒至七成熟 另起锅下五花肉 边炒出油脂 再放姜蒜干辣椒 少许生抽 适量老抽 一勺豆瓣酱 炒香炒上色 每天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给个小红星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然后倒入包菜 调味加盐鸡精 白糖提鲜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干锅包菜这样做 入味好吃下饭 想吃你也收藏做起来吧